各位同學,我是王永昌老師 今天要和大家講解釋法 《走樽的橫法》 首先要橫一個部分 再橫另一個部分 合縫法 這個合縫法是選擇的 或者這部分,不要橫離的部分 因為魚公迷濕造就化在一起 所以選擇畫 把所有的地方畫好,合縫在一起 隔離未乾就清楚沒有 我們畫的時候要留高光點 即是最光的地方,叫做高光 玻璃瓶有很多高光,光的地方有很多 還有一個叫次高光 即是第二種的光 比較高光,再深一點的 這個叫做次高光 那次高光都可以留在空白 等它乾了之後再加顏色 這個步驟呢 就是用 酸化濕的時候去畫的 雖然是雖然是光光,但都被顏色和顏色之間互相宣化 所以就用這個叫做宣化 當我們畫了這個部分之後 我們留了很多空白 即是高光點和次高光 然後我們又畫另一個部分 另一個部分就是間開的 不用畫它 隔離的顏色 另一個部分也是同樣 畫玻璃也是要留在高光點和次高光 將次高光也留在空白 然後再畫 當我們畫了第一個部分之後 用俠縫化 再畫另一個部分 每個部分都用 顏色酸化 濕的時候 化 顏色最好是豐富 還有要多一點 變化 玻璃瓶反射到周圍的顏色 所以 它的顏色是什麼呢 是講不清楚的 所以要看它周圍的顏色 顏色是什麼 就是什麼 同樣我們都要留在高光的位置 千萬不要畫 千萬不要畫所有的顏色 將它留在空白 高光的位置 刺高光我們都可以留在 另外邊界的地方 可以留在空白 到第二層 第三層再加 每一層濕的時候都被它酸化 讓顏色自然去 撞色 所以水彩畫的 水份要運用得很自然 和瀟灑 這部份 這個部份 先加淺的大色 讓它 濕了 這個地方 然後慢慢再 點 少少生色 讓它自然 酸化 每一筆 要恰當 不要太多 水份 又不能太少 要剛剛好 好 當我們畫完一個部份之後 再畫另一個部份 另一個部份 就要精神 同樣你看到 我們留了很多色區 有很多區是未畫到的 我們逐個逐個加法 當我們畫到 其中一個瓶的時候 不知道可以畫到哪裏 差不多都未開 可以選開 再畫另一個瓶 當我們畫到 這個瓶的時候 我有些地方是 將它調轉來改的 調轉改可以看出 我們的優點決定 將它調轉 然後調轉來看 這個垂直的線 有時會橫歪或是縮忽 要調轉看就很容易發展 這個瓶 是白色的酒瓶 它的酒是透明的 這個酒是透明的 它有很多顏色 反射到周圍的顏色 所以我們先用 酸化牛果 用濕濕的水 將它有顏色的地方 慢慢酸化 記住透明的顏色 是什麼顏色呢 是沒有顏色的 所以它有很多地方 遲些變化 反射到什麼顏色就是什麼顏色 當然透明的酒瓶 它的白色的比例 就是淺色的比例很多 淺色 記住 盡量不要用白色去畫 我們這幅作品 會用到白色去加紫 因為紫就比較難看 撈翻白的 這個地方 要小心 玻璃瓶變化很多 是沒有固定的顏色 沒有固定的顏色規律 它反射到什麼就是什麼顏色 所以這個呢 我們要掌握玻璃瓶的畫法 就是這樣 靠近一點 讓我們看 駕駛的顏色 如果看 我們會把運作在這裡 感谢观看 我们画玻璃瓶的时候 有个名词叫色区 色区的意思就是一个部分 不再说另一个部分 那个色区和一个硬面好像有点不同 总之它反射到这种色为之一种色区 其他色有点不同就是另外一种色区 将它斩开几个部分 去独立画 让它一个色区内部酸化 例如这个地方有点点纸红 我们又在这个色区慢慢酸化 例如另一个地方有点点纸红 现在是在画酒瓶的贴纸 这个酒瓶是有点红色的 逐个逐个用光纸画 它的边界暂时留下空白 没有让它过度过来 因为边界过度它就不够清晰 那些垂直线水平线 水平线是照着瓶的弧度变化的 垂直线是照着瓶的垂直线变化的 我们慢慢画贴纸的精彩部分 有些地方要分开 和光红画法分开几层去画 当我们画得很接近的时候 我们要打它干了 没有让它几样的 拼在一起 就会化洗了 要打它干了 干了之后再画第二层第三层 我们选择这个地方 然后再去画另一个地方 再去画了 半干的时候也可以加深色 所以这个水彩环变化很多 水分的掌握就很自然 因为去干的时候可以画 又可以 初学固案就比较难控制 所以我们要 这些是属于中班的过程 那我们画的时候 当然要先画一些水果 那这个部分就是它的盖 盖的色彩变化 是比较和普通的文件一样 反光比较少一点 那我们怎么画呢 先画了前色部分 留在高光位置 然后慢慢再加深色 等它干了之后再加第二层第三层 再加第三层 再加第三层 这个部分 现在我就用广告彩白 将会用广告彩白去画一些字的部分 所以我通常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用浪白胶去浪白 一种是用广告彩 那我通常就是现在那个时候 用广告彩去画 那今天就去了 对这种你好 有了 有的 对 如果 这 我 什么 这 我 這個酒瓶的形狀比較有趣 上面四方 下面好像八角形 變化很多 這是白色的酒瓶 有不口色的部分是反射到後面的 所以我們可以加醋後面的 所以這個玻璃瓶是無厘頭的芯 我們乾了一部分 再橫離一部分 現在我們這個部分 就是其他部分 這個是針蓋的部分 針蓋的部分和其他畫法很接近 例如紙包飲品、蘋果的畫法 是用濕畫畫畫 當畫不到的時候可以用乾炒畫畫 我們整張畫是乾炒之後 走遍的地方乾炒之後 然後用廣告彩 這次我們用廣告彩的筆 去加一些字 這些字都有名顏 不是純粹的 那陰影的字是偏藍一點 那我們用普通的廣告彩 加一些字 然後呢 慢慢調整一下 除了白色的字 加完之後呢 我們就用一些紅色的字 橙色的字 還有咖啡色的字 用水彩的咖啡 紅色的橙色的字 去畫 除了白色 白色我們要記住 千萬不要用水彩畫的白色 因為它沒有覆蓋力 我們千萬不要用水彩畫的白色 我們千萬不要用水彩畫的白色 那通常人家怎麼畫呢 有些畫家呢 就用遮蓋型或者扭白膠去扭白 即扭白膠去畫 那些字不夠清晰 那些邊界不夠靚 所以都是 我建議都是用廣告彩的白去加回字 這裡有一點要小心的 它的打橫的線 照走準打橫的線 圓圓的平衡線 只要圓圓圓圓的位置 相反垂直就要來 只要再就取回旁中的固定 加了些字 整個走準就喘了 有強的逼真 有比較像就 mã 在加完字之後 我們整體修改 再調節一下這些字的明硬 有些字是偏硬的 用一些藍藍的色 有些字是比較白的 都可以用純白的 橫圓這些白色字之後 還有咖啡色字、紅色字 還有精細的酒瓶上面 那個包裝的地方都有些字 我們將精細的部分 點轉一下整個玻璃瓶就完成了 這個玻璃瓶加了字之後 整個效果就會好多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的示範版本是濃縮版 這幅畫大約要畫四小時 我們現在將它的速度 加快了兩倍 還有有些次要的 很重要的片段把它剪載 所以會濃縮版 把重點全部拍出來 非常適合你們去學習觀摩 我的課程裏面有很多圖片 就會給你們參考 歡迎你們跟我交流提議 通過Zoom和其他方法交流 我會再示範講解部分的細節 多謝大家 這幅畫改完一點 然後就完成了 就收工了 這幅畫大約要畫到四小時至五小時 這幅畫大約要畫到四小時至五小時 這幅畫大約要畫一斉 那下即刻 是對白雙畫大約有很多 於是在我地圖說 我們這幅畫大約要看 不知道 那可是我們在18小時 我們今天還有一項畫 這幅畫寬子 得不如要選擇 沒想要選擇 哪一項畫 到底在這只造成 我們要選擇 駛嗎 我們在原作 我們要選擇 哪一項畫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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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